由现场判官主持转办内政部110年度标官社区认证标章 由获奖单位潮州镇光华社区代表授班 另外有16个社区28个守望相助队治安基优凭借获得特优 注意上台受奖 110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 继继有表演活动 透过综合座谈的相互交流 期盼提升社区治安工作成效 也向不为风雨辛劳付出的每一份子至上崇高敬业 我想身为社区的一份子 对社区邻里的治安 每一个人都很在意 但如何让人民住的安心住的放心 治安就是我们一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整个社区的治安 我们特别鼓励了很多巡索罪的成立 而这巡索罪的成立 每一年都会评鉴 那针对评鉴的结果 我们给予一些奖励 希望就是透过这有限的警力里面 运用民间无限的这种力量 能够在林里坚帮我们 作为治安的第一个兼兵 除了社区寻守工作 同仁也担任林里坚导户 及协助社区长者救医官 怀毒老等重要角色 以预防犯罪 社区防灾 富有安全 三大面向为主要目标 老实说我们社区的服务很广 比如说十字路那个反光镜差事 我们的寻守队的同仁 夜间寻守 我们是365天无浪力的 都一直在寻守 尤其是最近超市常常发生问题 就是超市的方面特别加强 我们的同仁大家都都很认真 我们的独装应该是我们社区 大家全社区努力来打拼 来到这种 也很感谢社区大家可以共同打拼 我们社区可以更安全 我们去6月的社区 藉由活动除了展现社区凝聚 也感谢各个社区对治安工作所做的努力 期盼能激发更多社区居民 主动关心与重视社区治安 让好治安成为屏东县的优良品牌 记者不宜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